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昨晚特别检察官对拜登的调查报告中说 他存在经常失忆的问题 民主党人今天开始火力全开 努力为拜登辩护 副总统贺锦丽表示 该报告中对总统举止的描述与事实完全错误 而且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 还称其为无端不准确和不恰当 纽约国会议员丹葛德曼也强调 他对拜登的年龄或胜任工作的能力没有任何担忧 不过共和党方面则讽刺的表示 民主党每次试图解决拜登的年龄问题 反而会对民众强化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而拜登也再次在昨晚匆忙安排的记者会上出现了纰漏 他先时强调自己的记忆很好 但之后被记者问到有关于以哈战争的问题时 却把埃及总统和墨西哥总统的身份搞混 这也让民主党方面的解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表示 他已经命令军方制定一项计划 在以色列预计入侵人口稠密的加萨南部城市之前撤离平民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现在还有约140万人生活在南部的避难所或是大型的帐篷营地 以色列表示经过四个多月的战争 拉法扣案现在是哈马斯在加萨的最后一个据点 因此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这里 就连一项支持以色列的拜登总统也表示 以色列现在在战争中的行为太过分 这已经称得上是美国从战争开始以来最严厉的批评 国务院也补充说在当前情况下 入侵拉法将是一场灾难 这次行动在许多层面上都称得上是一个挑战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南部的平民可以逃去哪里 加萨北部目前已经一片狼藉 数十万人离开家园 想要再把这些难民迁回北部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挑战 自两年前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克里姆林宫从未安排过普廷 接受任何西方媒体的采访 但昨天前福斯新闻主持人 如今已经转行做自媒体的塔克卡尔森 成了俄罗斯首个批准专访普廷的西方媒体人 原因也很明显因为卡尔森至今为止都将俄乌战争定性为边境争端 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向基辅提供援助 还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比作老鼠和皮条客 当卡尔森询问普廷是否可以打电话给拜登 以解决这个问题时普廷拒绝了 但表示解决方案非常简单 那就是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 这样他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几周之内就会结束 普廷在接受采访时还对东欧历史进行了长篇演讲 其中他重申了克里姆林宫对基辅地区长久以来的控制权 这也让不少媒体将其比作习近平 两人都认为台湾和乌克兰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卡尔森的采访也引发了多个政府的不满 英国首相苏纳克指责采访明显荒谬 前首相强生甚至将这一段采访比作希特勒的剧本 白宫方面则警告民众不要相信普廷在采访中说的任何话 请继续锁定信用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